盡量快一点啊 给大家多一点人看看 罗老师你好 请把我妹妹看一下 你妹妹 六一年的牛 去年在马来西亚看过 想问什么告诉我 她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她的经文是不是应该再调整一下 她身上有一个老妈妈 老太太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这个 你这个女儿啊 我这个妹妹 你这个妹妹啊 经常会突然之间发脾气 明白吧 平时好像不发脾气的 突然之间会不开心的 是的 我告诉你 她对生活当中很多都不满意的 是的 她就是患精神病30年了 看到吗 我告诉你 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一个老太太 对不对 这个老太太就是她生精神病的根源 这个老太太在她身上就是精神病就是控制着她的脑子 所以她经常会自言自语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没有关系要给她念的要至少要一千章小房子 再一千章吗 对 去年看过是两千章 再念 再一年 如果不走 你只要念念到她好 我想问你 你现在念了多少章了 好 五百多章 五百多章 有没有一点点进步 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有进步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就很简单了 小房子有问题了 小房子有问题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小房子要好好念 好吧 因为我妹妹是12个月生的了 就是有没有跟她这个进门上午需要调整 因为上次在马来西亚 我没说到这个问题 她是我妈妈怀胎12个月生了 哦 十月怀胎 如果这个孩子12个月的话 这个孩子一般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不大愿意投胎 不大愿意投胎的小孩子一般的 都是业障比较重的 明白了吗 所以晚出来的孩子过去说很笨 早出来的孩子说聪明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吗 所以她12个月 这个孩子自上一定受到问题 再加上她的外婆 在她身上 她所以很容易得精神病 现在你赶紧给她念 什么都不要问了 多念 小房子一定会好的 太少了 500张太少了 好吗 太少了 台长我想问一下 她的进门是不是应该怎么样 叫她心经念49遍 大悲众27遍 理佛念5遍 他许33遍 就可以了 其他遍呢 极其重要的念 不要 网生座也不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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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遍 网生座再念四十九遍 四十九遍 消灾即强要不要念 消灾是吗 消灾即强 消灾即强神座念 消灾念四十九遍 那我们就极其处改为 那个消灾即强神座 对 对 对 就可以了 好不好 谢谢 好 起来吧 希望